《孤马徽艺术》 卢伦医博物馆 《孤马徽艺术》 这三个小孩都是孤儿院出来的 一起去经历人生的一个阶段 非常感兴趣 所以他是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 想把这个逼损 你们在一起这儿的时候 觉得那里比气势 我觉得这风景就是写一个活动的 一定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把彩虹之家和彩虹店连接在一起 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场戏 三个人车上挤来挤去的 刚砸完别人夹出来 在车里有很熟的那种感觉 他们三个年轻演员 做事非常认真 态度特别好 每天拍完只要有时间 我们就会约的一起聊 要怎么理解这个人物 小波这个角色呢 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行动派 他的家再一次被毁了 他其实是一个崩溃的状态 你随着你自己的身体 你自己的身体 你会是谁呀 冲锋 说了 冲锋的这句话 说说 你们有病吗 你们俩有病吗 说说说 你们俩有病吗 好 拜拜 拜拜 我觉得特别酷 我生日有几回这么放肆地去杀别人家的东西 感觉重回那次青春做了一回坏女孩 我这个人 阿杰非常大猎 然后自己觉得自己是大哥 永远在保护着两个一个小弟弟 一个小妹妹的感觉 小妹妹 啊 小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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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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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财物财被拆了 还有我们呢 我们三个在一起就好了 这三个小孩 太阳错地去帮忙解决了很多别人的烦恼 因为看到完全不一样的大个阿基 小波这个角色呢 就像一把钥匙一样 就把这些一层一层的秘密给解开 让这个故事串起来 展现给大家 小说改成电影来讲 不光要拍得不错 而且要比不错更好 在这个电影里头 最大的主题是 把原小说当中三个的男孩 改成养男异女 他会在基本上多一些 交贵和冲突的男性 非常软心的一个故事 给到了大家 非常非常多的正能量 然后当你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 在《拼净蛋蛋》当中 去探索一些 人性当中美好的东西出来 希望你坚持走自己的路 你生在了最好的时代 加油 坚持梦想 我信你 王冲凯同学 采访一下 你跟著名演员中间合作有什么感想 还是非常激动 非常荣幸的 你好 你跟著名演员中间合作有什么感想 天啊 你跟著名演员中间合作有什么感想 我需要很多 需要很多 当然你很中谈 我这辈子有没有见过这么和谐的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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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